HELLO, 回到即市攻略這個環節, 繼續有Stanley在答問題的聲音, 你好 這麼巧? 你好, 我有9600, 沒有啦, 你現在可以選擇, 沒可以選擇 你說的那些光復那些, 你現在還可以買些什麼? 現在9600, 9600本身我覺得, 現在這一刻你才買些光復的東西, 是選擇這個 因為沒有, 你的市現在, 其實我覺得這個市是古怪的, 現在這段時間 但你會找東西買, 都是選一些強勢的, 買又相對安全一些 是, 真是的, 現在入市的話, 是這件事 那些257、257那些呢? 257那些? 是啊 不是啊, 如果你說業績好, 是257 但257真的升得太高, 他上升得太高, 他上升得太高 是, 回一回嘛 那他先回一下, 回一下先 257都是始終對他, 不, 他的業績表現是OK的 也見那些刊看法都是正然的 但只不過, 真的不要這樣, 始終這隻東西有些陰影 始終不會這麼高了他, 真的 嗯, 好, 稍後再, 有人問物管 好像現在這位家庭觀眾都是想問物管 今天不用啊, KT 星期三先的 今天星期二就不用港的士, 現在港的士就走了 好, 那我們聽聽廖先生的電話, 不如廖先生你好 廖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但是輸得很多 嗯 但是我覺得呢, 我查過他的業績 出了那個時候, 很多隻物管股 他的在管面積和儲備面積 都好像是一倍 都好像差不多有一倍, 很多都是 是 那就是我明年的業績都不會差在哪裏 要這樣, 我不懂就是我自己 不是, 加拿來就行了, 廖先生不要緊 是 那第二呢, 他今春的業績, 哇, 每一倍 嗯 這樣升, 估價不升 嗯, 明白 那第三呢, 就是 就是說他是不是 這物管股上雪太多, 搞成這樣呢 OK 那, 先問一下, 我想問到他 你問吧, 你先問吧 那第四呢, 我問16049 那本身他就是 紅袖, 因為是國企來的 我看我穩陣的 真相就不是說 那些神仁公司的, 當然 是啊, 是啊 那些恆大物業應該就 就不會差的, 因為他的規模 跟一個人差不多 OK 他這麼大間, 不是靠沒有公司的 即是以後那些業績 我這樣想, 不知道對不對 對 因為, 有幾個朋友都問物管股 我嘗試, 用我一些想法跟你分享一下 先說說, 你說 那些物管股 你可能見他的業績很好 不是很厲害 還有, 你見他可能在股面積有很多 就是, 我說廖先生 我欣賞你的, 你有做功課 你真的有可能 那些公司, 你看回他的資料 那當然, 你可能買完之後 他的股價跌 那這個, 也都可以說 是整個板塊的問題 那但是, 為什麼要出現這個 那樣的狀況呢 其實呢, 很多公司 就是, 你有物管公司 其實, 你剛剛說 很多公司未上市 是過去這段的時間 其實, 保持住很多 因為有些公司 可能你說, 以往投了一批 可能你說, 有些什麼 就是, 北格林服務的那一批 然後, 之後, 原來一些 比較小尺寸的那些 就是, 分拆上市 就是, 這個做法 但是, 很多公司 在上市之前的時間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他們那個業務的增長 是很厲害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第一, 可能 剛剛, 廖先生所提及到 武企 可能, 他那個叫做 可能, 他那個叫做 可能, 他那個叫做 發展力的消失很厲害 那麼, 面相之下 可能, 他可能 他可以 管的面積多了 因為, 無企的那些項目 都會交給他 去自公司做 有這樣的情況 第二, 很多公司 在上市之前的時間 其實, 有些事情做了 是什麼呢 就是, 去收購 很多, 做很多的收購 其實, 物館這個行業 你可以說, 真是 沒有前途上 為什麼, 媽媽那麼重要 就是, 如果, 媽媽 可能來賣樓的時間 維持了一個 比較高的增長時間 變相之下 你的管理面積 你會越來越多 因為, 記住 你的管理費 你不會突然間 升得很厲害 你要靠什麼呢 靠管理面積 多很多 那, 為什麼可以多很多呢 第一, 靠媽媽 第二, 你沒有靠收購 所以, 很多很多 我們說, 物館公司 他們上市之前的時間 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你可以說, 大的又有 小的又有 但是, 你說, 你說 6049 其實, 它有做這件事 它可以看上市之前的時間 做了一些收購 所以, 為什麼, 上市之後 第一份的業績 出來, 是很厲害的 就是這樣解 但是, 除此而來 就是, 因為你上市之前的時間 做了一些收購 你的債務問題 你看到, 其實 他們的債務, 那些不輕 其實, 你說, 本身 你說, 好像 以往的時間 你說, 逼國人服務這些 其實, 沒了債 因為, 他們的業務 是我們的輕資產 還有, 他們本身 不需要怎麼做這些收購 但是, 問題是, 很多公司 就可以透過這個情況 可能, 叫谷大 調數好一點 然後, 嘗試這樣 所以, 你問我 這個辦法, 一定是不好 長遠來說 不會太過差 因為, 一定是有他們的需要 還有, 你說, 好像 恆大物業這些 那些, 你又六六六這些 我同意的 我都不覺得它差的 我覺得, 其實, 如果 你以它 按正常情況之下 它不頑 但是, 問題是 現在, 不會有人 我想, 你不會買它 因為, 有一件事 現實問題 我根本也同意同事這樣說 你明知道 這間公司 可能, 尤其是 現在出聲 它要買 就是, 買這塊東西出去 那, 比你是 做生意的人 你要買一個資產 你還要明知道 它是, 等錢花的時間 我怎會用我高價 跟你買 所以, 一定是沒有 大家 希望, 它是便宜貨 所以, 你可以說 恆大物業 跌夠未呢 我覺得, 有機會沒有 當然, 它的價值 現在, 是不是這價值 都兩體 但是, 不會駁它 而, 物館 也說了一句 它們始終有一些 政策風險 因為, 現在內地方面 開始著重於 工人 那些人工 那些 可能, 你說 辛苦的 要上條人工 一上條的話 其實, 物館股的業績 又有影響 所以, 變成 這一範圍 完全 是沒有什麼隱憂 可能, 完全沒有特別的 負面的東西 未至於是 但是, 你說 這一批的板塊 也都這麼說 因為, 上市之前 也剛剛提及到 所以, 變成 所以, 變成 它們的估值 那一刻 也不是便宜的 只不過, 現在 可能是 估值上的修正 所以, 變成 如果你可以先拿貨 我覺得問題不大 只不過 你要希望 它們可以很厲害 真的要再等一等 好啊 不如我們聽張小姐的電話 好啊 張小姐, 你好 你好 張小姐, 你好 我想問一百一六 我兩元買的 我想問 它這次可以升到多少 嗯, 兩元買 賺一成的 今天回回一點點 其實普遍的電力股 今天都回一回 是 上網多少 和操作應該怎麼做 哪一隻 一百一六 一百一六 這隻 嗯 賺一成的 兩元買 這些 嗯 可以這麼說 這隻都是炒一些 新能源概念的 是 但是這隻 我對它的看法 就是一半半 嗯 所以 如果可以 既然有錢賺的話 或者基本上 股價 都升得這麼誇張 不如考慮一下 寫一半先 寫一半 寫一半 如果要創意輕 輕一點 輕一點的話 可以再拿著 但是 這隻都是沒有 都是一些強勢板塊 但是 可以的話 這隻先寫一半 安全一點 好啊 你建議吃一半 是 另外呢 一二六三 明天脫正 是啊 今週有片 已經買了 明天八毫三次 好像是嗎 我記得好像是 好像是 很厲害 我們記得的顏色 是八毫幾次 如果現價算 都 百里幾 但是如果你算 如果算 解釋下半年 都派發同樣顏色 就16厘了 是的 但是 要比特幣價格 要OK才行 其實隔晚 隔晚好像比特幣價格 都堆下去 過去這十幾天 都堆下去 不過你說 那些 像我小片說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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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卡 是沒有跌過價的 所以還可以的 不過 你入了的話 你又要自己看 我覺得你可以拿 這次也可以拿 不過就是那句 總之 你除了 除完證之後 它的價格 有機會會 會下跌一些 但是你擺著 先是無防 OK的 OK的 接著 有人問油 看到 是8.57厘少少 升30% 它是落後的 是 之前3.6的 升多上來先 8.83 8.83也是 不過8.83是OK的 那個箱底 挺漂亮的 8.83拿著它 就這樣 有 油本體 那些人說 今天 好像OPEC 有個預測 就是在 接近的需求 高於 疫情前 我說那麼樂觀 真的那麼樂觀 樂觀沒有 那些人去賣油 由早覺 當然可以說一些 出來 希望 油價會升 但是所有的資源 那些爛銅爛鐵都這樣升 到油 那些油可沒有 又追一下落後 衛星那麼多都有 沒有 現在我覺得是商品價格 基本上那個航船都好像似是似是似是還會向上 挺漂亮的 算不算 雙帶呀 雙帶呀 所以變成你這樣計算的話 你看上去大概8.89元這個位置 所以這次其實你現在看上去是可以望上一點的 OK的 所以如果有人問383的話 拿著先是OK的 好啊 跟著呢 高息啊 Bianca 不過當然高息都不及36 36是瘋的 是呀 不過都OK的 先拿著先 還有阿蝦 昨天都有問過 SCE 拿著它 320元有貨 拿著先這隻 這隻是東南亞版的騰訊 東南亞版的騰訊 是呀 是SC的 應該沒有錯 325元有貨 昨天都是323元 拿著先 它是C嘛 不怕 阿蝦 這隻東西不怕 這隻東西是好東西來的 對 拿著先 拿著先 好 還有EJ問了1143幾次 143做甚麼 他說這陣子成交多一點 會不會就快有好消息 143多一點 看圖不停橫行橫行 雖然今天它的成交量是 三百多萬錢的 這些 還有圖是橫行的 這些沒有甚麼看的 圖是這樣的 長期都是一至兩格之上落 這些 是因為沒有成交 是呀 還有這些圖 我不知道 這些是沒有甚麼研究的 但是你這樣放進去 應該是 害怕的 起碼我是害怕的 這些是 如果你要買的話 EJ 自己少住 無緣無故會看到這隻 是呀 很可愛的 圖形又沒有甚麼特別 即是你說你的 可能是長期橫行 OK 中建材嗎 中建材 Kim 你想買嗎 不如 不如 不過水來板塊 好像個小 好像要透透氣 不如要選擇 不如選擇914 914好像 好似直播些 而且914 話畢竟人家都有這個 這個甚麼 新能源概念 是不是 916是否轉差 916先看看 916 這麼快講到 少少 不過是OK的 不然你始終還有高位在那裏 不然它的圖 是有些叫 如果你看到圖的話 是轉弱了 這句真 因為如果你看到圖的話 真的我們說 穿短的支持位置 是差一點點 不過是差一點點 沒有甚麼 好 好 差不多答完問題 下午還有一節即時攻略 問大家 下午1點半那一節 當然是續問問題 Sanley有沒有持有了 上上頭的股份 這一節應該是沒有的 好 謝謝Sanley這麼詳細的分析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完 我們稍後再見